另外講到艾滋病 社會上普遍都存在著 對這個疾病的不了解 還有恐慌 所以常會有艾滋感染者 沒有辦法申請社會福利的資源照護 繼續我們就要來看這一位 艾滋感染者阿民的遭遇 照片中是阿民的家 他是一位艾滋感染者 前幾年因為腦溢血 導致雙眼失明 肢體障礙 行動不便 生活自理也逐漸退化 這兩年來他陸續向政府 申請了三次聚焦照顧服務 不是被拒絕就是沒下文 原因就出在他是感染者 99年其實曾經有 媒合到一位居服員 那但是居服員居服員 得知說阿民是感染者之後 他就拒絕提供服務 阿民目前跟七十歲的父親 集讀國二的兒子同住 生活起居只能靠年邁的父親 及孩子來幫助 艾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認為 阿民的例子反映出台灣社會 對艾滋病的歧視跟恐慌 相關的福利資源 沒辦法說運送到這樣子 需要被服務的人的家庭裡面 那我們覺得說就是 其實這應該是說 像設政單位也要去檢討這個部分 對此內政部回應 針對照顧像是艾滋感染者 這種有特殊照顧需求的訓練 目前衛生署及內政部 已經建立窗口及失資名單 不管是居家照顧服務單位 學校或是安置機構 都可以多加利用 不過艾滋感染者 權益促進會認為 官方應該更積極 讓有照顧過的醫療及看護人員 來分享經驗 讓大家知道照顧並不會傳染 避免感染者被設服資源 距離門外而求助無門 記者許甘子 許七方台北報導 只能讓大家有照顧 提供照顧 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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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